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5月30号发布公告 决定进一步终止 对台湾地区134个税募进口产品 关税减让 商务部郭台办相继做出表态 民进党施政之后推行的克纲 一再引发岛内教育界的踏伐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 克纲内容的所谓去中国化 台立法机构30号召开 2019克纲实施检讨公听会 与会的学界代表与国民党及民代 都大声呼吁 应立即停止2019克纲 终止目前的教育悲剧 5月即将结束 民进党当局6月是否取消 台湾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的 禁团令备受关注 据台媒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卓榮泰30号称 今年6月1号前规划的旅行团 仍可以继续执行 未来会是执行状况滚动检讨 5月31号 卓榮泰在台立法机构 接受质询时又声称 旅游业者可先规划 赴大陆的暑假团 卓榮泰为何言语反复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深入解析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个观众各位好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传叔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5月30号发布公告 决定进一步终止 对台湾地区134个税务进口产品 关税减让 公告指出 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 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 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规定 2023年12月21号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被发布税委会公告2023年第9号 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但台湾地区仍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按规定和程序 决定进一步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自2024年6月15号起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润滑油 基础油等134个税募进口产品 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协定税率 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5月31号 商务部国台办 就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公告进一步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做出了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 台湾当局长期单方面对大陆 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 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关于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 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的规定 既损害两岸企业利益 又损害两岸同胞福祉 2023年12月21号 大陆方面宣布 终止ECFA向下 并吸等12个税务产品 关税减让后 民进党当局未采取任何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反而大肆宣扬 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严重破坏ECFA实施的基础 导致大陆有关部门 不得不进一步终止 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有关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31号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就大陆进一步终止 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一事 做出回应 陈兵华表示 2023年12月21号 大陆宣布终止ECFA向下 并吸等12个税务产品 关税减让后 民进党当局 不仅未采取任何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还不断变本加厉 阻挠破坏 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 见此 我们支持相关主管部门 采取进一步终止 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的措施 陈兵华指出 ECFA是两岸双方 在九二共识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 实施中 如产生问题 可通过两岸协商 予以妥善解决 但赖清德当局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大肆宣扬 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和经济脱钩锻炼 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ECFA实施的基础 是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 事实再度证明 搞台独就没有和平 就没有发展 只会祸台害台 只会让台湾企业民众利益受损 陈斌华强调 我们始终尊重 关爱造福台湾同胞 始终对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持积极态度 将一如既往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 率先同台胞台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更多造福两岸同胞 项目问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刘邝宇 刘先生您好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近日发布公告 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部分产品第二批关税减让 对此您有何解读呢 大陆方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终止关于EGFA向下的对台部分项目的一个关税减让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做法 首先它是对于一段时期以来 民进兰当局特别是赖清德上台以后 公然的宣读谋读的这样一种挑衅的一个制裁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警告 同时呢也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对台主权的有力的宣誓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制裁 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有效的一个制裁 它不仅是一种对民进兰当局的经贸方面的制裁惩戒 同时呢这也是一个一种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一种规范 一种秩序上的一种恢复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次相关的这样一个终止关税减让的一些项目 主要是集中在包括像纺织 这个石化机械等等这样一些产业上 那么这些产业大多数传统产业 他们一方面既关乎于就业民生 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些项目主要精准的会影响到 这些产业后续的这样一些预期的信心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这样一个供应链的问题 而不会特别直接的去冲击到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 这个制造业的就业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去打击赖清德当局的谋独挑衅的同时 他也是对于岛内经济民生实际上是留有这样一个善意和照顾 那么我们是充分考虑到了台湾民众的这样一个 包括就业包括这样一个生活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么他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这样一个警示 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大陆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包括ECFA的向下的对台关税优惠等等 这些方面去做出规范 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看到大陆对台的这样一个经贸的实力在不断加强 那么这样一个主导权主动权是越来越稳固 好的 感谢刘先生的点评 大陆决定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相关决定迅速引起岛内各界高度关注 台商界担忧一旦失去ECFA岛内将受重创 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义今天表示 ECFA这次停止134项项目 加上过往的停止项目恐怕超过200项 ECFA的项目总共567项 将近一半的项目终止 这是很重的后果 而这次终止的项目中 石化 纺织与机械项目都有 像是蓄电池 齿轮传动装置等 很多都是台湾传统产业 甚至是比较依赖大陆的产业 这可能会造成这些厂商重创 甚至面临官场危机 造成失业率增加 赖正义认为 台湾方面应该要示出善意 检讨 修正 舒缓两岸关系 中国国民党纪明代徐巧兴也表示 大陆方面的这一决定 对于台湾传统厂商一定会产生影响 希望赖清德当局用交流和平的方式 彼此好好互动 也希望能够延续经济交流与发展 中国国民党纪明代赖世宝认为 大陆的用意很明显 这就是不满赖清德就职发表的 所谓台独告白讲话的 系列反制动作之一 这让原本关系不佳的两岸关系 更加雪上加霜 赖清德应设法与大陆通过适当管道沟通 并采取补救措施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 傅昆奇同样忧虑 他表示 埃克法是不是能够继续推动 关系到台湾未来的发展经济的稳定 埃克法在两岸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往来指标 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动下去 然而对于大陆采取终止埃克法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措施 民进党级明代吴思瑶等绿营人士 却给大陆方面泼脏水 直指大陆所谓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范 是片面宣布终止关税减让 我们要在这里表达强烈的抗议及不满 我想相关的后果应该由陆方来承担 我想这种对台施压的政治操作 只会扭曲两岸经贸原本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 对于陆委会的这番说辞 由岛内网友讽刺到 民进党不是一直说要中断埃克法吗 这时候怎么出来打自己的脸了 其实埃克法这个本来也就是大陆特定对台湾的浪力 它事实上它是单方面的浪力 其实这件事情对台湾政府方面来讲 本来就预期中的事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 到底台湾政府做什么准备 因为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岛内社交网络也掀起讨论 有台湾网友在台媒评论区一针见血地表示 嘴炮台独骗选票 一直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乱源 除了美国遮遮掩掩的虚伪嘴炮支持外 台湾地区实质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只搞出了更多更大的危机 真的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民进党施政后推行的克纲 一再引发岛内教育界的踏法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 克纲内容所谓去中国化 目前台湾地区大学招生学科能力测验里 与中国史有关的考题已经所剩无几 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 已经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 台立法机构30号召开 2019克纲实施检讨公厅会 与会的学界代表与国民党基民代 都大声呼吁 应立刻停止2019克纲 终止目前的教育悲剧 你去改教育这件事情 本来就会让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这一整个世代的人的价值观 还有意识形态都跟着 都被牵着鼻子走 如果去强加 就是把这样子的价值强加在 所有人身上 而且还为此断绝了 就是中国的源流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最大恶心 外界对台湾地区2019克纲争议不断 为此台立法机构在30号举行公厅会 由台教育部门副主管张廖万坚代表出席 聆听各界意见并回应 包括之前批评克纲缺乏理议廉耻的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中教师欧贵之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会秘书长 段欣仪等学界代表 以及家长代表等人与会 欧贵之表示 2019克纲对学生身心造成重大压力 该克纲如果不是为了渔民 没有理由不停止实施 终止目前的教育悲剧 全面每一个学科都看到无可挽救的错误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停止 教育部只要一直行政命令 我们先用旧的克纲先暂时进行 然后再赶快设计新的克纲 我们就能够让现在全部陷入灾难的悲剧 立刻停止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会秘书长 段欣仪在会中表示 2019课纲让台湾学生的基础学科能力弱化 让学科专业无法衔接大学课程 更让品德教育出现了危机 因为语文课去核心教材 与学生疏离的历史课 让学生对中国历史脉络混乱而陌生 甚至有敌意 造成传统价值虚无化 文史课程因为政治挂帅 文科删掉了四分之三的古文篇章 并且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历史课去时序脉络 去中国史 这二个者都重伤了学科的核心能力 这是一部历史虚无的课纲跟教科书 因为它违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历史的原则 第一个它去整体性 我举个例子 历史教科书从商朝到水朝只有2400年 只有1600个字 平均一年不到一个字 我请问你素养在哪里 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在会中 立举了台湾的青少年犯罪率 2016年每1万人犯罪率是61.6位 到2023年是88.7位 成长了1.44倍 其中诈欺犯罪 12岁到17岁的诈欺嫌疑犯 2016年是953人 2023年是2186人 成长2.3倍 说明青少年犯罪状况严重恶化 罗志强说 这正是因为民进党搞乱了教育 台湾社会正在为失败的教育改革付出代价 当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教育 下一代的培养 下一代的机遇被掏空的时候 请问赖清德 你怎么样把台湾打造成人工智慧之道 这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发出沉重怒吼 发出警讯来告诉大家 我们再不正视这个 已经在妨碍我们台湾 生存存续发展的这个 错误的刻纲 在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更大更大 更深更深 更远更远的 我们可能走向一个不可逆的 一个教育掏空的局面 另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刘兆璇 30号也表达了 对中华文化正在台湾不断流失的忧心 他希望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向下扎根 让未来年轻人面对两岸的严峻情势 能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相关问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刘邝宇 刘先生 民进党当局推行的所谓去中国化课纲 对台湾青年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会迫于各界压力 实施新课纲吗 实际上台湾地区从李登辉陈水扁 这个时期以来 这种所谓的台湾同心原始观的教育 所谓的去中国化的 这样一个文教方面的一些操作 始终是没有停止 现在的这样一个克纲 岛内的有识之士 广大的教育人士 包括主流的舆论 实际上都已经指出 它不但是错误摆出 甚至是逻辑混乱 是有意地要去用 这种所谓的台独的思维 刻意地去抹平替代 去抹杀掉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遗迹 去消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的这样一种认同 那么是有很多很刻意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论述 那么在这样一种克纲的一个主导之下 实际上台湾的青年 我们看近些年来一方面 他的教育是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偏颇和这样一种扭曲的地方 那么一方面很多是基本的事实的认知存在误区 那么另外一方面 由于这种文学的历史的这样一个教育的素养 不断的降低认同的错乱 实际上也导致他们的整个学生的这种思辨能力 认知能力 表达能力 以及他们所谓的这种走向世界的能力 实际上都在大幅的削弱 那么这也是包括欧贵之老师在内 众多这样一些教育工作者所长期痛心 棘手的这样一个需要几乎去改变的一个现状 那么这样一个现状在赖清德上台之后 实际上各界的这样一种反弹会愈演愈烈 因为他的恶果会不断的呈现 不管是在岛内的政治生活 社会的一个民生表现 还是对于两岸关系来讲 都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但是赖清德本人 我们看到他也通过重用 包括像小野 像郑英耀 像这个等等这样一些绿色的文教人士 那么试图去主导新一轮的 新一波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文教台独 所谓的去中国化 那么实际上他已经有了一些新的 一些更为这种复杂的更为阴毒的 这种去中国化的一些筹谋和部署 那么恐怕他不但不会按照 岛内社会舆论所希望的那样 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文史的一个教育 这种认知的教育 那么反而会有可能在这种 所谓台独的偏激思维上 愈走愈远 那么逐渐地去进一步加深 这种在文教方面对于两岸的裂痕 好的 感谢刘先生的点评 5月即将结束 民进党当局6月是否取消 台湾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的 禁团令备受关注 据台媒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30号称 今年6月1号前规划的旅行团 仍可以继续执行 未来会是执行状况滚动检讨 此言让岛内旅行业者质疑 而就在5月31号 卓荣泰在台立法机构 接受质询时又声称 旅游业者可先规划赴大陆的暑假团 台观光部门原定今年6月后 维持台湾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30号称 旅行社组团赴路事宜 原先宣布出团至5月底为止 但考量有一定数量旅行团 未能付诸于实际行动 为维护旅客以及旅行社权益 因此今年6月1号前规划的旅行团 将可以继续执行 未来会是执行状况滚动检讨 话说的委婉 但禁团令还是没有解除 这让业者很不满 新北市长侯友宜30号列席台行政机构会议时 向竹荣泰建议应重视两岸游客开放的议题 希望两岸观光能够恢复 此外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傅宫奇也表示 赖清德就职以来推动所谓两国论的思想 导致两岸关系持续冰冻 他再次呼吁赖清德放下自己的个性 展开格局体恤基层 希望两岸回春不再仇视 用和平取代对抗 希望两岸的观光能够重启 团客能够互相往来自由行 学生也能够互相的交流 我想唯有和平没有输家 我想这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期待 台湾各界都期盼两岸能恢复交流观光 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朱荣泰31号口风有所松动 表示台行政机构在前一天 有跟旅游业者做相关讨论取得初步理解 6月1号开始 台湾民众可以寻已经申请旅行团的管道出团旅游 我也希望业者能够好好的规划 未来暑假当中的旅游活动 只要非常的顺畅 而且旅游的品质能够得到肯定 行政院一定会按照实际执行的情况 我们适时的再加以滚动式的检讨 请业者大家加油 我们也会加油 先问问题 我们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蔡先生您好 看了上述的新闻 您是如何看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前后反复的言论的 民进党当局在盘算什么 他们真的有在为业者考虑吗 民进党当局怎么可能为这些旅游业者考虑呢 如果民进党当局会为这些旅游业者考虑 在过去几年就不会对这些旅游业者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这伤害完全是民进党当局一手所搞出来的一个问题 现在卓荣泰扮演一种和事佬的一种姿态 因为卓荣泰在民进党内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政客 他是属于谢长廷系 谢长廷拉拔的大弟子 所以谢长廷当年在活药的时候 一方面可以讲一堆攻击大陆的话 一方面还可以跑到大陆去记住 而且喊出我们同是一家人 你就得知道 这个谢系的人是很投机 很滑头 很油嘴滑舌 而卓荣泰作为一个谢系的大弟子 他们称他叫大阿哥 在台湾政坛上 素来是以不跟人家树敌 不跟人家冲突文明 然后默默做他的事 所以他大部分都做幕僚的事 很少有当所谓的主官的一个职务 那今天他担任了行政部门的一个负责人 但事实上操控在后面的能然是赖清德 他现在抛出这些 好像看起来是放宽的一个协定 也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基本上是在跟大陆玩粥米场的游戏 这个东西大陆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耐心的观察 不要随便上这些人的当 因为笑脸之后经常是藏刀的 好的 感谢蔡先生的点评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的对比信号说 持续引发争议 与之前民进党当局上演的抢救王毅川不同 这次绿营纷纷选择切割 不仅如此台湾电信业者也纷纷出面 强调与王毅川并无接触 比对信号说引发争议后 王毅川终于现身 面对记者提问 简单回应后便离去 谈到子弟兵王毅川 林家龙赶快切割 就连党内派系前辈也是能闪就闪 既然有人是检局 又有人他自然在侦办 那就是面对司法 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多元 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看新闻 所以这方面大概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村夫 此外 针对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即发通知给三家电信公司 展开行政调查 台湾中华电信30号发出声明 强调与王毅川无任何接触 也没有任何业务洽谈 声明指出 就客户资料的收集处理及利用 台湾中华电信均受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并严格遵循相关法条规范 台湾电信业者大哥大公司也表示谨遵规范 没有把个人资料卖给第三方业者 目前就我的掌握并没有跟所谓特定人士说 提到的这些平台有合作 虽然电信业者出面自清 但王毅川引发的风暴持续扩大 前民代郭正亮在台湾政论节目中直言 电信业者在商业上可以统计总量去识别化 有的电信也可以识别到年龄 但绝对不可能识别到是否是台湾民众党支持者 一定是有长期追踪才会知道哪些人常走台湾民众党的场 哪些人常走民进党的场 而这已经到了各资认定的阶段 郭正亮还透露 早在韩国瑜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当局就有类似操作 因为他们要去算韩粉的流量有多大 所以他一定要去估 因为那个人数在大到 谁看了都会吃金 所以他一定要有流量的统计 这是必然的 那至于有没有到识别化的程度 说这个人是重复来 这两个月来来了几次 我跟你讲 你若要问这个 那一定是识别化 这抓贼是态度问题 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 就不配当警察 到今天备直 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你要竟有那胆子 就红衣大马 八抬大叫 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姚儿啊 你嫁给我 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 南来北法 5月26日起 每晚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朱熹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主计单位5月30号公布最新预测数据 上调2024年台湾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增长率至2.07% 连续三年超过2%的通胀警界线 端午节将近大家都会买肉粽 一颗平均售价已经涨到70元新台币以上 想吃好一点的 甚至要80到100元新台币 堪比一份便当 这样的价格民众能接受吗 物价 店价 人力成本统统上涨 店家撑不住只能将食品价格调涨 以让民众的钱包大缩水 台主计单位表示 上调2024年台湾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增长率至2.07% 主要原因在于店价上涨 国际原物料价格有回升迹象 加之外食费与房租涨势延续 医疗费用也持续走高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及台南市议会议长邱莉莉 副议长林志展等人被爆料 涉嫌汇选遭起诉 尽管汇选证据明显 但台南市法院在4月29号 还是宣判邱莉莉 林志展等人无罪 引发各界不满 5月28号台南地检署决定 对此案实名被告再提起上诉 民进党及台南市议会议长邱莉莉 副议长林志展此前被爆料 在台南市议会选举期间 与时任民进党中指委的郭在钦密谋 采取会选及恐吓方式 向市议员方一峰 李正国等人行贿 以达邱莉莉当选议长的目的 2023年3月2号 台南地检署贞结起诉 邱莉莉 林志展等人涉嫌会选 尽管会选证据明显 但2024年4月29号 台南市法院一审 还是宣判邱莉莉 林志展等实名被告无罪 引发各界不满 台南地检署在5月15号 收到判决书后不服 28号对此案实名被告再提起上诉 台南地检署指出 一审中仅采用被告在审判中的证词 作为论证犯罪事实的依据 却忽视被告等人在侦查中的供述 或结证内容存在错误 因此提起上诉 对于台南地检署提起上诉 邱莉莉 林志展等人都没有多做回应 仅表示会尊重司法 据台面报道 台湾地区核三厂一号机将在7月停机 电力缺口恐怕再将扩大 岛内各界都在关注 民进党当局的非核政策会不会大转弯 对此台发展部门表态称 不排除使用核能 民进党死抱着非核神主牌不放 但这次恐怕要自我打脸了 蓝英明代拿出道具质问 同意民进党当局要继续坚持非核家园的请举手 结果台经济部门发展部门官员都没反应 而岛内各界也关注 7月核三厂一号机停机会不会出现变数 面对质疑台经济部门官员不敢正面回应 据台媒分析如果核三厂一号机停机 台湾地区将出现3.1%的能源缺口 另一方面台湾如今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预估每年将增加3%用电量 而台发展部门主管刘敬青更表示 未来台湾至少要增加三成电力才够用 到底有没有办法来负荷这么多的电力的需求 这才是经济部很需要来做一个评估 谢谢委员的提醒 事实上经济部是随时在把所需要的用电准备好 我们时时在做这个工作 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发电成本 目前利用核能发一度电 成本约1到1.5元新台币 而再生能源发一度电却要价4.5元新台币 价格相差4倍 发电的这个价格跟核电差多少 差4倍 你的购电成本是一度电是4块5 核电的发电成本是1块1到1块5之间 要用再生能源来补足这个3.1%的缺口 你也要以高达4倍的价格的成本的代价来去营运 不知发电成本暴增4倍 更令人忧心的是台经济部门透露 将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用电需求至少会暴增3倍 对此蓝营民带追问 若不起用核电 能源缺口到底从哪里补 我们台湾未来3到5年内的用电成长 我们的需求有多大 AI需求 每年用平均的话 大概2.7%增加可能到3%左右这样 一年3%以上 5年就至少20% 10年至少30% 那你又不要用核电 你的再生能源有办法 在未来10年内可以成长三成吗 你现在怎么面对你的能源缺口 我们现在到底是要先追求稳定经济发展 还是先追求非核家园 我想站在经济部的很重要的任务 是要追求我们的经济的稳定发展 先追求稳定发展 外界讽刺 民进党当局嘴上说要追求经济发展 但如今 连最基本的民生用电 恐怕都无法保障 不以一毫私利自卑 不以一毫私欲自卑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旧时代的眷村重新改造成为 屏东市区超人气观光景点 上海风格的旗袍店 大陆口味的餐馆 多元品牌进驻 让年轻人找到返乡机会 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近期出现许多拍摄 微短剧的剧组 因为大陆近几年 兴起微短剧热潮 预估今年整体市场规模 将破500亿元人民币 海峡听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30号第16届海峡论坛 海峡百姓论坛 在平坛开幕 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 宗亲贤达 姓氏文化研究团体 专家学者齐聚蓝导 延续两岸同根 敏台一家主题 共序亲情相逸 共谋民生福祉 第16届海峡论坛 海峡百姓论坛 30号在平坛开幕 中华海外联议会副会长林瑞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议会会长 郑建敏 福建省副省长江尔雄出席 林瑞在致辞中表示 海峡百姓论坛 是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 重要抓手 希望大家要做好 两岸民间交流的桥梁纽带 不断凝聚反毒促统力量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郑建敏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与大陆同胞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为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为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而携手奋斗 江尔雄希望更多台胞 主动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分享祖国大陆构建新发展格局 带来的新机遇 5月30号 在广东参加第四届携手园梦 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的台胞 来到珠海市太空中心和港珠澳大桥参访 祖国大陆上天入海的超级工程 让大家深受震撼 惊叹不已 当天台胞一行首先来到珠海市太空中心参访 这里陈列的中国空间站1比1模型 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 纷纷走进其中体验航天员的感受 欢迎大家来到月球表面 在太空中心里 台胞们还了解到了探月工程的相关情况 大陆自主研发的各型火箭和各类飞机 也让台胞们大开眼界 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大陆 在航空航天领域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惊天巨变 这我第一次 所以很震惊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太空梦的 对 都想要成为宇航员 但是这辈子没机会了 不过能够感受一下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我是很有体会 就是感觉现在我们国家强大 应该是不会有 再有我们 就是说有人欺负我们这个民族 随后一行人来到心仪已久的 港珠澳大桥参访 面对这项世界排名第一的 超级跨海工程 到场台胞无不深感震撼 哇塞 OK 就是这个哇塞 这个桥连下去的时候 把人民把心跟把钱都连起来了 然后所以我看到是一个世界奇迹 然后居然也是我们中国人做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之最 很难有人敢挑战第二个 第二个这样的桥 站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上 台胞们抓紧时间打卡留念 台青网柄中更是在现场开启直播 第一时间将自己当下对未来 两岸建设跨海大桥的期盼 分享给在台湾的亲友 有了平潭又有了港珠澳大桥 都已经有潜力在那里 所以听我们大陆官方说 技术上都已经做得到了 现在要突破的是政治上的繁离了 就是两岸要早日统一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这个 不管是地理上的桥 或是心灵上的桥都能够架起来 5月30号首届桥连两岸 艺术共荣艺术展 在厦门祥安超矿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以桥连两岸 艺术共荣为主题 汇聚了两岸55位艺术家的 208幅艺术作品 涵盖了当代艺术水墨 油画 雕塑等多种表现方式 我们很多艺术作品 其实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发现其实可以有互建 然后互学 互助的这种状态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艺术作品 还是要多交流 尤其是跟艺术家面对面的交流 台湾艺术家张艺生 目前在成都农业大学任教 此次特别带来了城市相关画作 他说自己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大陆现代化城市风光 我在西南地区已经工作17年了 然后看到重庆成都 尤其在成都城市建设发展的一种 我觉得繁荣的盛景吧 那这种繁荣盛景 其实蛮影响我的画面 对于城市的美好跟祝福 两岸在这上面 虽然说有时候形式上会有所不同 可是我觉得思想技巧跟那种整体的概念 其实是真的是同根同源的 本次展览由两岸高效的艺术家 共同参与策划 以桥为关键词 搭建两岸艺术交流与深度合作的平台 让不同地域的艺术 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 实现深度的交融与共生 我想艺术是最美丽的桥梁 艺术是最美丽的彩虹 所以作为艺术作为一个桥梁 可能是对两岸未来的共能共生 更有美好的前景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30号 还配套了相关的学术交流会 进一步增进两岸艺术家的文化认同 与情感交流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厦门报道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